那你们乐队为啥有这样的名字叫奶糖乐队啊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一点的乐队 叫做土王国小乐队 然后那个都是平均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很小 然后我就会带着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排练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 就那会儿也就三岁左右的时候 就会在边上看 一直看我们排练 时间长了我发现 我们的歌和那些舞蹈动作 他们俩全都学会了 然后他们俩就在边上 这个因为特别爱吃糖 这个特别爱吃奶 我说组一个乐队吧 然后我那叫什么名字呢 我一想奶糖乐团得了 这么来的呀 对对对 那我们小苹果 还有我们冰淇淋后来加入的两个宝宝是吧 对对对 你们在这个乐队里开心吗 开心 那你们得说说啊 你们每个小朋友谁最有特长 谁擅长什么表演得好不好 咱一个个来啊 谁是主唱 两个主唱啊 也有 其实我也会唱歌 你又怎么把我们小苹果堂排到后头了呀 人家现在是鼓手 上升为鼓手了 不会只能当主唱 什么 我们俩说我们乐器都不会 所以只能当主唱 不会乐器所以当主唱 常常揍头发说 我其实也能当主唱 就是因为我会乐器是吗 你是鼓手啊 那我猜你是队长 是 是不是队长 那得给队长鼓鼓掌啊 你风会怎么乐器啊 它会打鼓 也会打鼓呀 它会弹钢琴 又好风琴 架子鼓 架子鼓 我也其实会打 你们这个四个小成员当中 谁最乖呀 我看到还是最乖的 小苹果还是冰激凌 小苹果啊 小苹果 谁最淘气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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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就是你 哎呀 放给我 放给我 谁最有脾气 包括土豆叔叔啊 谁的脾气最不好 也是蜜蜂啊 也是蜜蜂 老人蜜蜂 哎呀呀 你们会吵架吗 会 谁会吵得赢啊 哎 他还是我 我给他吵架 他会哭 蜜蜂你是什么 小苹果的男子汉还哭呢 真是哭 比如他说啊 身大了可能会给他吓哭啊 好大哦 你们都会这么多乐器 像阿姨这样的大人想学 你们会教吗 哎 会 怎么换气呢 蜜蜂 就先吸一口气 嗯 然后再换气 然后再换气 然后换气 然后换 对 好难啊 很有意思的啊 哎呦 我都想成为你们来堂乐队的一员了 你们带我吗 我可以给你们 小鼓啊 什么擦琴啊 您可以参加我们那个西洋红队 对 我们还有一个西洋红队 黄老师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就西洋红啊 都是我们家长 我帮华正茂 都是我们家长组的这个 哎 对我就想问 这个是因为家长彼此认识 所以把孩子们组合在一起吗 他们俩是 哦 因为这个是我的孩子 哦 您的孩子呀 对对对 他是我的孩子 然后蜜蜂是我们合伙人的孩子 原来这不是土豆叔叔啊 彩虹堂 是土豆爸爸什么 是土豆老师 土豆老师 我听说我们这个玉团的小宝宝们 个个都是环球技 他应该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他就最厉害 这个 蜜蜂给我们讲讲呀 听说你能听到好多个音 对 在一起的 五个 五个音 对 让键牌老师现场考考你好吗 好 好 来我们请教键牌老师 挑战五个音的九和弦 来 Doramiso OK 这个对的啊 咱们来一个稍稍有一点点难度的啊 OK 没有问题 咱们再来最后一个啊 好 Doramiso 非常棒 难度是对的是吗 对对对对 太棒了 我都捏马汗 在我听起来就是一个音 像这种的他的这种天赋 像比如说咱们比较熟知的周董 周杰伦他就是个绝对音高 所以他可能在一些点评的时候 他不需要标准音 所以叔叔说你很有天赋呢 蜜蜂 对 特别棒 那我们谢谢键盘老师 谢谢键盘师叔 谢谢